普遍温度低下有关 人体体温在35度时 正是癌细胞最活跃繁殖的时候 反之,当体温达到39.6度以上 癌细胞全部会死掉 1990年,美国发现 因为肺炎引起持续高烧而治愈的癌症病例 所以说,癌症很怕高温 癌症是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发生的疾病 但是心脏、脾脏、小肠 这三个部位很少患癌 因为这三个部位都属于高温器官 大家都害怕发烧 其实殊不知 体温上升1度,免疫力提高5-6倍 一旦身体冰冷,血液循环就会变差 体内细胞代谢就会减少约12% 免疫力也会降低30% 所以,保持体内温热才是防癌最有效的手段哦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白汤排毒法 让你轻松远离癌病 白汤其实就是热水 白汤排毒就是喝热水的一套方法 虽然喝热水是非常简单 但是也不是随便喝就能达到效果的 记住以下四点秘诀 一,早起起床喝一杯热水 早上起床喝一马克杯的热水 水温再不要烫口 能够顺顺喝下的温度最好 能够温热体内脏气 溶解体内老肺物质 加速排出 让一天有个精神气爽的开始 二,一天喝1.2到1.5公升的热水 大概是5杯水 任何东西过量都不好 虽然喝热水没有副作用 但是以为这样而狂咽的话 反而会造成多余的水分在体内囤积 新陈代谢恶化 成为寒冷体质 进而容易肥胖 三,一次一点点慢慢喝 不要牛饮 不要在渴的时候 咕嘟咕嘟狂饮 最好每次半杯 小口小口慢慢喝 一到两个小时 喝一杯左右的量 不要探口的热水 温热就可以了 四,入浴后水分补给 洗完澡后 喝一杯温水 补充流失的水分 这时候 好不容易机油泡澡 让身体温热起来 最好避免喝冰的东西 让身体冷却 这种疗法源自于印度的阿玉废陀 其用喝温热的水 让身体热起来 达到和用芝麻油按摩 让身体热起来同样的效果 由于实行起来非常简单 每个人都做得到 也不用花钱 大家记住了吗 希望您学会转发 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 看完此视频后 您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无视 就到没看到 二,将此视频 放在您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有所感悟 传递这份正能量 给自己和家人 积福积德 谢谢